嗨大家好 我是非常周琴上 总有朋友问我琴上 我这个胃术反尿病特别严重啊 反酸收心症状一停奥麻烧就出来了 那么如何去把这奥麻烧这个药给停掉呢 那么今天视频呢 就给大家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还是老鬼先谈一下 这个胃术反尿病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 胃术反尿病啊 它主要就两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呢是这个胃肠道 动力的一个异常 第二个方面呢是胃酸分泌的一个异常 哎那么琴上这里肯定是先说的是 这个动力的异常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上来给你说啊那就是酸多了 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胃肠道是至上而下进一个运动的 如果您的这个动力是正常的状态下 那么这个胃酸他就算稍微多一点 哎他也不至于说一直往食管上面涌 那必然是动力方面出现了一个异常 那么动力的异常会导致主说这个胃酸 他本来该往下走的啊 不管是他的节律异常了或者动力不足了 导致这个胃酸了他往上 涌出来从而导致这个胃酸进到了食管里面 那么食管里面他是 呃这个磷段上皮他是不耐酸的 他那他比较耐摩擦但是酸性的东西一旦进到食管里面对食管刺激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时候你会出现一个反酸的一个症状 那么如果这个酸对食管进行一个腐蚀导致反流食管炎 啊或者有的就是食管有点炎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 烧心的一个症状 他就他这个原理 所以说 啊这个动力的异常对于胃酸反流病 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中医也会谈这个健脾了 健脾就是说 让你的胃肠道动力还更加强大 而且就更加有节律 也是避免了这个胃酸往上涌 的这个作用 哎所以说动力实际上这方面我们不能去进行个忽视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影响 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酸多了 其实这有谈后还是谈第一方面 就说就算你酸稍微多一点 如果动力正常的话 及时的把胃酸 向下排排到十二指肠里面 而且就算酸有点进到食管里面了那么因为这个动力的正常 那么这个酸很轻松的从食管里面被又排到这个 胃里面啊那也不会倒伤对食管的一个损伤 所以说 动力一常很重要啊 那么再谈第二点啊 酸的这个问题就好解释 随满这个意 酸太多 那么必然会导致这个酸往上涌 从而导致这个反酸烧心症状 这里扯的有点远了 咱们继续谈如何停 这个 奥米达座 那么一般是 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你这个奥米达座 这个叫奥米达座停掉 那么第1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你的病美好 那么很多人就是说 网上看一些影响号告诉你说 吃的奥米达座会导致 这个萎缩性萎 会导致胃吸收等这些情况 吓他不敢吃 刚控制症状就把药给停了 但是你实在在的去看这个 奥米达座的说明书 和书籍上的说法是 对于为什么反流 病的治疗周期是四到八周 如果有些特别症状严重的人群呢 可能会让你延长 服用 就维持服用 就减量维持服用 会让你达到三个月 甚至更久一些 那么 这里再特别说的就是你特别担心的 吃奥米达座会导致 这个萎缩性肥炎 那么首先要说是导致萎缩性肥炎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说必然出现的 而且它指的是 长期服用 才会有奥米达座的一个 副作用存在的 那么长期服用指的是一般吃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 不是说跟有的人来问我啊 今天我吃了两天个麻肉会不会引起这个萎缩性肥炎 有那么夸张吗 您就吃那两三天就会出现这东西 那药还生产它干嘛呢 不是的 奥米达座一般指的是 连续服用 超过半年以上 才会导致 这系列的副作用出现 而且这个副作用它也不是说必然出现的 它也分然而定 甚至我之前见过一个老爷子啊 其实不光那老爷子了 很多临床上见过这些患者呢 有的人吃了一、二十年 这药 它就没见萎缩 喂好了很轻 我就说那老爷子特意印象成果 人家每天一定要奥米达座 人家吃了二十多年 然后胃里面 很好 因为他平时有这个高血压 有脑穴酸病什么 长期服用这个 阿斯匹林 所以说那些东西 他会比较刺激胃嘛 他会持肴麻烦去保护胃粘膜 所以说 他 长期服用麻烦 人家吃了二十多年 胃里面好了 没点事 所以说 你吃了一两天有什么 夸张的 你不用纠结这个东西啊 扯远 咱才说这个问题 就说 你一定要 符合医生给你说的一个用药周期 而不是说 啊 我吃两天就给停了 别主动去停药 请医生告诉你说 那么在谈第二个方面原因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病美好 第二个方面原因呢 就是说 一个停药的反应 啊 他其实就一个反跳作用 就跟你弹簧压子久了 你猛一松手 他会弹起来的 情况一样 那么奥米达座也是这样子的 当然其他异酸药也是这样子的 你把药猛一停 那么反应性的这个胃酸它会就是说 增加一段时间 那么再加上你的胃呢 长期在奥米达座控制下的时候 它是一个低酸的环境 猛一下就算你这点比较耐寒 你猛一下一下到一个特别凉的东西 你手也缩回来 就这样子 你胃本身在这个低酸的环境里面待了时间久了 猛一下这个酸释放出来了 再加上一个反跳作用 这个猛一下觉得 酸多 它是正常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英人而已就跟我说 有人怕冷 摸冷的不行说回来了 有人没什么摸上去就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的 有些人挺要的 人家挺要挺要的 酸的我也不觉得酸 也没明显的反跳作用 但是有些人很敏感 就说你猛人轻 感觉这个呢 那自己人就会出现 一个什么情况 停了有症状 赶紧再吃回来吧 不是这样子的 一般来说这个反跳作用会持续三到七天 那么 别就是说刚有点酸 就赶紧吃回来 病没好赶紧吃回来 它其实和第一个就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 总觉得自己病好了 第二个这个就是 觉得自己的病没好 别这样 停药之后 你如果偶尔有酸 别紧张 哪怕嚼一两粒 铝胺酸美 等等这些 抗酸药 综合一下胃酸 也行 或者吃苏打片 苏打饼干都行 把胃酸综合一下 别上来就吃 拿着这些胃酸药去治疗 没那么夸张的 如果你真的停超过一周 还是酸特别多天天有 那么这时候就考虑低点 是不是你那病没治好 那么当然了 有些人是个人体质比较敏感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缓慢 停药的方法去进行治疗啊 比如说 这个 奥米亚酸 我们这一周啊 吃这个 一天一粒 那么下一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隔一天一粒 然后再停一周 感觉可以 再换成 隔两天一粒 以此类推 这样慢慢的把药给停掉 或者直接把这个药 换成就是说 像这个 胃酸体 解抗剂 也就是 提灵这类的药 我去进行一个停药 这个药我相对来说 拉转了 化 他的这个 益酸效果 会比较差一点 那么相对来说 他停药 会更加容易 那么就是说慢慢慢慢的把这个药给减下来 也是这样的啊 一天 两次变成一粒 一次 然后呢 就是说隔一天一次 这样子慢慢给停掉 这样使用一个缓慢停药的方法去把这个药给停掉 也是一个选择 那么当然下面就得说一下关于日常生活的条理了 那么关于这个老麻酸的日常生活的这方面条理也需要注意 有些人就说哎 这病刚好 哎呀我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 生活又回到之前的情况了 那很轻松的你这个症状他就有出来了 关于这个生活方面条理我之前出了一个视频就上一期视频嘛 就谈那个东西你可以就是翻一下生活方面如何条理那个他呢 将近15分钟特别长 这里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个人他本身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气势性病变的 那么这个东西最好就是说例如说这个人他有这个 食火雷控扇 分门的松弛 等这个原因就为上面那个口的松了 那么你就和一个 平的一样上面口松了那水就很容易流出来 那么如果这种存在气势性病变的话 就做一个24小时的这个食火酸减度检测和食火压力测定 这个才是未说反流病的一个经标准并不是未经啊 经标准是24小时动态压力测定和24小时的这个动态酸减度检测 那么这个可以检测24小时内你的胃酸的反流次数以及你食管里面的压力是否减小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话 那么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吃药 可能 仅仅也就是一个维持症状 那么 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个手术进行个治疗了 那么 目前的主张是 如果你能 这个 通过内科啊 不管是生活条理或者是这个 吃药去控制的话 能不做手术 咱尽量不做手术 因为手术这东西必定中了你的这个解剖结构了 你想在恢复到做手术之前 那肯定是不行的 没做手术永远有无数种选择存在 但是一做手术那你肯定就回不去了 那么这个东西需要谨慎的考虑 而且结合就是说 这个大夫对你的意见去进行个考虑 啊那么 这里就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啊那么你说实在的有时该说了 啊我长期吃药我觉得不行 那你就考虑一下手术 说实在的 所以我让我说的话就是说 长期吃药其实也没这么不行的 你定期去进行一个胃经的检查 看看就是说胃里面黏膜有没有什么一个变化 如果没变化你继续吃药就行了 你高血压药还能吃一辈子 降糖药能吃一辈子 那为什么这个益酸药你又吃不了一辈子呢 他没有你 一些银行号说的那个东西那么夸张 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 吃药就是为了治病嘛 那么手术和吃药 您觉得哪个靠谱呢 就是这样子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 如果有什么疑问 评论区留言 咱们再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